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Roka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掌機擁有這麼多到底有沒有在玩 到底玩的時間又各花了多少呢 其實各位看到目前為止桌上這些掌機 大概是我擁有的掌機當中 可能不到一半的數字 因為家裡面其實Switch本身就重複了很多台 有舊的最初代的版本 還有包含像虛電加強版 還有包含像另外一台漆彈的OLED版本 那Light的部分我是只有一台而已 還有包含Game Watch 其實我大概應該有接近十台左右的主機吧 3DS也是一樣 我其實擁有各個不同版本 總共應該有三台 還有GBA啦 還有其他的主機等等的 那我把一些比較常見的 而且自己真的會碰的主機呢 把它拿來桌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我在這些主機上面會花多少時間 有哪些主機呢 又是真的很少的 會花時間去拿它來玩的 就在今天影片當中 來跟大家聊一下 順便也聊一下 我對這些主機的一些心得 當然這些主機呢 全部都是未改的狀態 像Steam Deck啊 他們原廠就是有教大家一些改裝的方式 外面其實也有很多大型的購物網站 有在賣一些它的SSD 你直接買回來裝進去之後 就可以改成有雙系統的 還有包含像A-Line 但A-Line我不知道原廠有沒有做這樣子的 變動的OK的東西 因為他們其實也有一些 就是可以自己改SSD的部分嘛 所以也有蠻多的在改 可是因為它是Windows系統 所以它在系統方面呢 就不太需要下手了 比較會有改到的啦 應該是Steam Deck這一台 就是在改裝它的雙系統的部分 因為它本身是使用SteamOS嘛 那如果說可以改上Windows啦 其他的系統啊 就會有更大的使用空間 不過目前為止來聊的 都是以原廠的方式喔 來跟大家聊一下 我對於這些主機的一些小小看法 那首先呢 這一區就比較屬於任天堂區 其實這裡都有任天堂區 因為掌機啦 真的是任天堂的一個 非常專業的地方 那任天堂的Switch Lite 還有Switch這台主機 其實說實在 是目前為止 我說掌機當中 使用佔比率還是最高的 畢竟我在開箱的遊戲啦 或者是我在玩的遊戲啦 加裝擁有的遊戲片啊 其實還是以Switch的 這個數量是最多最多的 所以不可避免的 絕對是它的使用時數最高 不過啊 以這兩台來講的話 我可以跟各位講一下 Switch Lite使用率接近0% 各位可能聽這個數字會覺得 那你幹嘛還留這台主機 有時候呢 你就是會想要留一下嘛 會想要體驗看看這種不同的感覺 像有時候真的是心血來潮 可能是幫它充個電 突然就會幫它裝個遊戲 稍微玩一下 但我說實在 那個使用率真的很低 單舊的跟我這台 Oremato比起來的話 Oremato所花的時間啊 大概就是我說的主機裡面 可能其他台主機 加起來總和都沒有它這麼多 那我覺得跟頻道屬性有關 跟我擁有的遊戲數量也是有關 因為為了拍一些Switch主題的影片啦 那我可能會購買Switch的遊戲 或Switch的周邊 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會導致我想要再進去玩Switch的遊戲 所以呢 其實它的選擇性會對我來講 比較多一點 可是如果說你要問我最推薦 或者說最超值的玩法 那可能現在就未必是這個答案了 那當然在下面這兩個 Game & Watch的部分呢 其實說實在是比較少胖一點 它有點偏向收藏性性質 我其實還有買了蠻多台的 那他們的小遊戲都還不錯玩 不過在現代這個時代來講的話 比較略顯單調 就有點像是你現在單純玩一個探石蛇 而且是早期Nokia手機裡面的探石蛇 以前啊早期你手機可以玩那遊戲 大家是爭相借你的手機去玩 現在叫你玩那遊戲 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太無聊了 才會再玩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時代不同 整個觀念整個想法 整個大家的這種潮流趨勢都會不一樣 那這兩台的話我覺得比較偏向收藏性的性質 因為這個其實是很經典的 就馬力歐任天堂紅白機那種感覺 那另外一台是薩爾達嘛 所以它也是很經典這種綠色的感覺 早期那些Game & Watch 其實買回來大部分都是比較白色的啊 或者是銀色那種很簡約的配色設計喔 反正就都這樣搭啦 所以我覺得新型的這些Game & Watch 而且這樣它有Type-C可以充電 真的是非常棒 只不過每次在充電的時候 真的得要花很多時間一台一台去測試 那再來是3DS的部分 其實3DS我覺得還是有玩 只是它的時間也不算那麼多 我有三台3DS啦 這一台的話是台製的代理版 不對應該說台灣的代理版 這一台的話呢 我主要就是玩那個狗狗貓貓貓貓狗狗 那這一款的話 因為我在裡面有養了一隻科技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種情懷 就跟我以前在養我自己的小狗 是很像的感覺 有時候在玩的時候會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感動 因為自己畢竟也養了十幾年嘛 所以對於狗還是有一定的感情 那到後來他走了 其實有時候 你雖然說會對狗 對寵物或者對貓啦 有一些不同的感情的寄託 但是久了之後你會發現到 也許自己的時間或者是自己的環境 自己的狀態 並不是對他最好最友善的 所以你會更理性的去決定說 未來你會不會再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是覺得住在都市的我們 而且家裡也不是很大的狀態 也不是說時間很多可以隨時帶著狗 一直不斷的出去散步啦 幹嘛的 那我覺得這樣子啦 對於他們來講 生活的空間 跟整個活躍程度啦 是大大降低的 所以後來在他離開之後呢 我自己內心就真的想過 如果有機會 我在玩玩這種電子寵物的東西 或者是其他可以模擬的東西就好 甚至就是摸摸別人家的狗 可以給那個狗比較好環境的家人的狗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因為我覺得要愛一個人 或愛一個狗 一條狗 或者愛一隻貓 一個寵物 我覺得都一樣 就是你要給他相對好的環境 你再去做這件事情 不然其實你只是一個 一個非常不良善 不友善的一個老育而已 我自己個人是這樣子啦 所以這一台 其實我自己在玩的時候呢 就會玩在這個毛毛狗狗 會有比較多情感的部分在裡面 那另外一台呢 其實是魔物獵人的聯名機喔 那一台的話 我就會拿來玩一些各種不同的遊戲 因為3DS大部分都是買一些日版的遊戲啦 那所以這些日版的遊戲買回來 就是要用那一台才有辦法開 你知道裝到這一台喔 它是完全沒辦法用的 抱歉 當時是鎖區的 所以台製的 不對 台灣代理的主機呢 就只能夠用一些 正式進來的台灣代理的遊戲片子才可以玩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蠻大的限制 等於是這台主機啦 到現在為止喔 說實在它外觀是真的漂漂亮亮的 非常的新盈 可是等玩的遊戲喔 就相對的少上非常多 而且也就是日本看到那些二手片啦 那些3DS的 NDS的 全部跟它無緣 只要是日版的 跟它就是沒有關係 OK 那下一台的話是 GBA GBA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是玩情懷 那也是花了一些些的時間 我覺得可能在我的時間裡面算是1%以內的啊 那它的話呢 因為我主要是玩那個 Mario Land Super Mario Land 這一款遊戲 這一款遊戲其實說實在破關喔 大概只需要兩三個小時以內應該就可以達到了 所以有時候我就是心血來潮拿出來 啊玩一輪下去喔 其實說實在 你會去想當時在玩的那個感覺 而且你一個不小心喔 一個黃神 也不能說黃神 就是你還陷在那回憶當中 欸這個獅子 是我當時有打的那一隻欸 你才剛才黃神的感覺 你就過了 就破關了 所以它的破關速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尤其你打習慣現在的遊戲 像我自己啊 在做一些簡單的 剛開始的開箱遊戲的時候 可能我自己抓給自己的時間啊 大部分是5到10個小時 那有些比較 想要玩再更深入一點 我可能玩到20個小時 甚至30個小時才做分享 但是這些遊戲喔 你要想喔 最少我都玩5個小時 因為5個小時的遊戲 大部分就是像一些 格鬥類的 因為格鬥類的 雖然說技巧要抓 需要練很久的時間 但是那個東西喔 真的是 你就是要精 就是要花時間去練而已 要習慣 要去拆對手的招 要自己習慣靠那個招 順手程度什麼的 都要把它練得很好 可是說實在 你要去大概體驗那個 遊戲給的感覺 我是覺得啦 像格鬥遊戲這一類的 可以比較快 就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那 相對的 以這樣子 兩三個小時就能夠破關的遊戲來講的話 其實它真的就是比較短一點 非常的短 所以這一台呢 其實我大部分就是拿來 懷舊一下 Super Mario Land 這算是我在人生當中第一款 主要的遊戲家機當中 就是真的它第一款遊戲 因為任天堂的Gameboy GBA 不對 GB 胖胖機那一台 是我人生中第一台的任天堂主機 也是在索尼微軟 甚至以前Segar Ratari這些主機當中 就是第一台 我的第一台就是那個 所以那款遊戲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有重大意義的 其實看到這邊大家也可以知道啦 其實我算是一個蠻重感情的人 所以很多東西買回來的 要嘛就是收藏 一種懷舊的味道 要嘛就是玩一些 跟自己情感有很深的連結的遊戲 這個算是我自己個人的一些 個性的部分 那其實上面這台呢 是Steam Deck Steam Deck 老實說我最近開機的機會變少了 原因是什麼呢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那這一台的話 其實我在早期呢 有玩了蠻多遊戲的 初期啊我是像巫師3有玩 然後像一些霍格華茲的傳承啊 或者是像那個什麼 艾爾登法環 我都有買 都有玩 然後還有玩一些 吸血鬼倖存者 還有包含像 Protato這樣子的 Loglight的遊戲 其實說實在這一台主機喔 老實說 我自己早期在玩那些 比較偏向3A大作的遊戲喔 就覺得它的續航力沒有那麼高 再加上它的主機可能有點大 握起來呢 沒有辦法續航力 戰鬥力沒辦法那麼久 所以後來我就慢慢偏向玩一些 比較小型的 Loglight的遊戲 那玩那些 Loglight的遊戲喔 我覺得爽度真的很高 爽度在哪 其實有兩點 第一個是 它會讓你越玩了 過的關越多 就是整個能力威力越來越強 所以那是爽度之一 就是有一種 慢慢累積的感覺 雖然說每次都重玩 可是每次好像可以再 推進的更多一點點 那種循序漸進的感覺啦 讓人是很有成就感的 第二個呢是 這台主機的續航 在玩那種遊戲喔 哇 五個小時叫基本起跳 你知道嗎 一台掌機現在可以 往五個小時起跳 完全不用充電的 只有舒服而已啦 所以他在玩這種 比較不需要處理 那麼高效能的遊戲喔 其實續航力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我在玩那個的時候 真的就是 各位可能會想說 你不是說 握起來的續航力 沒辦法那麼高嗎 但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 那種 平衡度你知道嗎 有時候就是那種平衡度 所以我在玩這一些的時候 其實是花了比較多時間 在玩Steam Deck 這台主機 當然他在著急啊 我也會把它接上螢幕喔 接上底座 接上螢幕 去玩一些他的遊戲 因為我覺得Steam Deck 這台主機有個好處啦 就是我在玩PC Game的時候 大部分也都是玩Steam的遊戲 那我在玩PC Game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沒有Windows的筆電嘛 我現在主要都是使用Windows的座機 所以我等一下去那邊開機 而且因為那邊 我有接了很多直播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在開機呢 我會開電腦螢幕嘛 跟開電腦主機嘛 這是廢話 我還有一些什麼混音器什麼的 全部都有連動在一起 所以這些都要開 包含耳機 那喇叭等等的 有時候也是要換 因為有時候我是接單一組耳機 那我自己在直播的時候 就單一組耳機 但我自己單人 自己在玩遊戲 沒有開啟直播的時候呢 我又希望說 它以喇叭的方式呈現就好 所以我又要得要換一下插頭 那有時候我又用雙耳機 所以就會有很多線材 來需要稍微調整一下 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相對 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說呢 我就會覺得 開這台Steam Deck的掌機啦 來玩Steam的遊戲喔 算是相對比較方便 那因為我沒有特別 改大它的SSD啦 那這台我記得沒有錯 應該是 應該是 是最大的 最大的 我有點忘記了 可是我裝在它裡面的遊戲 就是也沒辦法到電腦那麼多 畢竟電腦你那個硬碟再加裝 就是比較方便 所以相對它的遊戲儲存量 沒那麼多 可是後來我就玩一些 比較小型的作品 舒服 舒服 真的是舒服而已 那潛水源大夫 我其實下載了很久 也買了很久 到現在還沒玩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訝異 就是遊戲這麼多 浪潮這麼大 所以 有一些遊戲呢 真的很優質 但它就可能會被淹沒過去 不過各位 我一定還是會花時間去玩玩看的 好不好 那接著是旁邊這兩台Windows掌機 一台是Ionio 一台是Aline 那這兩台主機呢 其實我覺得相似程度 真的非常高 雖然說他們使用的CPU啦 跟硬體的規格 有一點不一樣 不過說實在的 除了外觀你看起來 這台是比較圓潤一點的 整個外型比較圓潤一點的感覺 其實 我覺得它真的是差也不大 你看這一台的話 它是比較有一些 人人角角的一些 比較戰鬥的感覺 比較電競的感覺 那當然四周圍來 也比較看得到它一些ROG 一些比較有戰鬥氣息 跟他們家裡面的 有點像家徽的那種味道 這個氣息是比較強烈一點的 我覺得這兩台老實說 給我自己的感受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 你叫我拿這台 等於就是拿這台 拿這台 又好像等於在拿這台 可是我覺得怎麼講呢 最後就是選外型的 外型的部分 老實說我會比較喜歡 這一台多一點 那為什麼會喜歡它多一點 主要是人人角角吧 因為現在的車 其實線條的部分 我相信男生大部分 應該都是喜歡 人人角角比較多一點的 因為看起來比較 有炮 有力量 這台的話就很圓潤 我覺得它好看的地方 在於說 它的螢幕啊 整個跟這個邊邊 是一體的 各位可能現在這樣看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它整個跟邊邊 這裡上面的這一塊 很像玻璃的東西 就透明的這一塊 蓋板 其實它整個是連結過來的 就除了像 這個手把下面這裡的白色 是一般的塑膠以外 它整個透明的地方 從螢幕這個一致 一路延伸到旁邊來 這個地方我是覺得 蠻加分的 說實在是好看的 那你說整個外型這樣 比較圓潤的感覺 這個好不好看 我覺得見能見之 也許女生會比較喜歡 這樣子的造型 也說不定 但是以男生的視角來看的話 我覺得除了這個 玻璃的部分 面板的部分 是這樣子 大加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你看 它的這個 整個邊邊角角的感覺 我是覺得 就有一種戰鬥機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戰鬥機的那種 我知道 沒有做過戰鬥機 沒有開過戰鬥機 我也是 也許真的有人有 少部分 極少部分 或者是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Lamborghini的 那個車子裡面 他們的那個 駕駛艙的那種感覺 其實就很容易都是這樣 人人角角的 就是要一種 戰鬥機器 有一種 富含力量 充滿力量的感覺 那我覺得 這是它在外觀上的一個優勢 那這兩台主機 其實都是Windows的系統 都沒有做任何的改裝 我也沒有改裝什麼 額外的SSD什麼的 都沒有 就是頂多加裝記憶卡 因為這台其實 現在還在測試嘛 有講到記憶卡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散熱在這邊嘛 所以這裡可能會有一些 過熱的狀況 記憶卡我擦了 也有在玩遊戲 但目前為止 還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反正有問題 我會拍嘛 要趁一下流量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拍影片 那我講一下 這兩台啦 其實我現在在用 這台機率真的是大非常多 主要就是外觀嘛 因為外觀真的是 看起來比較舒服 那兩台真的 我覺得說實在不相上下 真的是 你們想錄哪一台 我覺得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一台的話呢 其實我現在在用的機率 也算滿高的 因為大部分會玩 Steam的遊戲 這兩台要選的話 我還是選了這一台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也可以玩Steam的遊戲 它也可以玩Windows上 其他的遊戲 相對比較方便 而且啊我要上網幹嘛的 好像它的系統就是 跟Windows嘛 我在用Windows桌機 那樣子的熟悉 那當然你要接一些 外接的鍵盤啊 滑鼠啊什麼的 它其實也都很方便 就等於是說 其實他們兩台喔 有一種很相似的感覺 都可以玩Steam的遊戲 然後都在操作上 都有不錯的感覺 都有不錯的感受 也有很多可以自己調整的地方 可是呢 因為它這台是Windows的系統 各位就知道了嘛 Windows系統 就跟一般 那種比較封閉的 其他的系統 我們這樣講就好 就是其他的系統 比較起來它的彈性 就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啊我再用這台的機會 是比較大一點 等於是 這三台掌機呢 其實我用的最多 就是這一台 那目前為止啦 說實在 講到這邊呢 各位一定會問說 那你最常用的是 Switch嘛 剛才已經有講過了 那這台的話 比例大概是多少 我覺得差不多是 7比3左右的機率吧 欸 7比3其實算很多囉 因為Switch 其實我在玩的遊戲 算非常多的 而且有很多遊戲 我都會特別的 去買Switch的版本 來做一些測試 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Switch上面 跑起來順不順 畫面的感覺 如何玩起來的樣子 有沒有一些 被閹割掉的內容等等的啦 這些都是我在Switch上面 會常常去玩到它的原因之一 那這台呢 其實我會玩這麼久的原因喔 主要是因為 它其實可以玩到一些 Steam的遊戲嘛 當然也可以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 例如說 我要做一些上網啦 我要做一些其他的測試等等的啦 或者就是 呃 類似刷一些像 之前在刷案內破壞神4的時候 其實說實在 它就是帶在身上 馬上隨時可以刷一下 這種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你不用去開電腦主機 它就是一台小型電腦主機 然後你也不用去 額外的就是 找一堆掌機在身上 它可以玩的遊戲 真的就是蠻多的 那Switch跟它 我覺得Switch還是有優勢在的 因為它有獨家遊戲 所以最後這一塊呢 除了我講到 它們在我佔比的 應該說使用的佔比的時間裡面來講啦 最後一塊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說 假設如果你只有有限的預算 想要入手一些掌機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去挑選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啦 大部分可能會以 等一下 我先把它擺開來 不能說它們不行 而是說可能以大部分 台灣的玩家來講的話 會是以這三台做一個主要的選擇 那這三台做一個主要選擇 首先我們第一個一定要講的是 遊戲軟體 遊戲軟體很重要 因為遊戲軟體呢 它就是代表一個 遊戲裡面 應該說遊戲主機的靈魂 你如果人啊 有了這個肉體 但是沒有靈魂 就只是一個空空的軀殼而已 那真的是沒有用的 因為人其實是有靈魂 有思想 會去控制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會有任何的感知 所以這個人才會有感覺 有溫度 那遊戲主機也一樣 它其實遊戲主機只是一個 你看 沒有開機各自就是一個冰冰冷冷的狀態 就算你開機沒有遊戲給它開下去 其實還是冰冰冷冷的狀態 所以啊 我會覺得靈魂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這時候Switch主機 其實它最棒的地方 就是在於 它有一些原廠的獨家遊戲 這些是任天堂他們獨家 你基本上不會在其他的主機上面看到 就是在這台主機上面 有辦法玩 有辦法看得到 所以這絕對是它的優勢之一 各位如果你們真的對於 人人天堂他們家的遊戲 像是寶可夢系列 瑪莉歐系列 或者是像薩達傳說 這些都是 近期非常有名的 那包含之後 可能會再推出的一些續作啦 瑪莉歐賽車啦 或者是大亂鬥之類的啦 甚至動物水友會啦 有些人也在講了嘛 那這些遊戲 其實都會導致你可以 去購買這台主機 價格的話呢 現在差不多是一萬塊啦 我覺得算還OK 所以如果你要玩遊戲的話 這台算OK的 優點就是在於說 它的獨佔遊戲非常多 而且是人天堂他們獨家在做的 對於一些遊戲的趣味性來講的話 是真的非常講求 所以你在玩這台主機啦 就這一塊 是你非常適合入手 那竟然是旁邊這兩台我一起講 這兩台主機老實說 我覺得都蠻不錯 也很值得入手 而且我老實講喔 如果你是以一個CP值高的玩家來講的話 現在啊 除了那些訂閱的方式 就像Xbox Game Pass 欸對 他也可以玩Xbox Game Pass 而且他一開始我記得沒有錯 之前在買主機 還送你三個月的Xbox Game Pass的序號 所以這一塊真的是 對他們來講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除了像Xbox Game Pass 或者是一些訂閱制的服務 他們有比較便宜的方式 可以來玩遊戲以外 如果你是單純想要買遊戲 而且不care什麼 要實體卡夾啦 或者是數位版的問題啦 其實Steam的遊戲 各位可以看他們的特價啦 都是非常的誇張 那個數字都很誇張的 那我簡單講一下 如果說你是Switch的遊戲 你要買一些比較高品質的遊戲啦 基本上比較正常的作品 因為你的價格都會在至少一千五百塊上下 就是在這個價格浮動 那可能一千三百多 可能到一千七千八這樣子 反正就是一千五左右 而且價格喔 不太容易掉 你大概看個一陣子喔 他就算進了二手市場 如果是本家的遊戲啦 價格不會到相差太多 就是如果有人加一千五百塊 可能在二手市場你看 可能還要一千到一千兩百塊左右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習性 那有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是購買二手遊戲的話 他的保值性也許會來得比較高 但我只能加一個也許 因為不是每一款都長這樣子的 好不好 另外這兩台的優勢呢 我覺得在於Steam 他的遊戲特價是非常誇張的 有一些遊戲特價 他也是打作喔 但是一特價下去 可能就是千元以內的 那這價格真的是非常香啊 你要算一下喔 買越多省越多 這句話真的不是講假的 假設你一個月的預算是五千塊好了 這五千塊包含周邊 包含遊戲 包含你其他的一些娛樂開銷 那假設我抓三千塊給遊戲好了 Switch就是兩片 那如果說你是玩 不對應該是說 Switch假設你是買全新的 也許就是兩片 那如果你是買二手的 可能勉強來到三片左右 這個是以Switch的價格來講 但如果以Steam的特價遊戲來看喔 如果你是買一些比較大型的作品 他也是剛好抓在特價的時候買 也許他一套可能七八百塊買得到 這個價格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以這樣子的價格去買的話 如果你以七百塊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買到四套 而且還有找 所以如果你買越多 相對的就會越划算 那重點是要講說 其實這樣子的Steam遊戲啦 其實他在玩起來 我覺得CP值是非常高的 加上有像Xbox Game Pass這樣子的遊戲喔 其實如果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這個主機 你玩起來超值程度一定會比較高 加上如果都是原廠不改系統的話 其實像A-Line這樣子的主機 或者是Air Neo Air Neo是真的他本身的主機價格 定的比較高一點啦 我是不知道他的配件 還是什麼組裝品質啊 什麼料啊 是用的比較好 只不過他的主機本身 價格就是都比較高一點點 那如果說你是價格比較高一點點的話 在一開始的硬體 購置成本就會比較高 所以相對玩起來 CP值會降低一點 不過我覺得 以Windows的系統跑起來啦 說真的你能夠跑 Game Pass 又能夠玩Steam的遊戲 甚至像一些什麼 AP Games 這些遊戲的 資源都是OK的話 他們的CP值 真的是可以玩到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覺得在入手主機之前 各位可以就自己 想要玩的一個方向去走 如果你要CP值高的 也許這樣子的主機 是蠻適合的 那如果說你是對於一些 獨佔遊戲喔 會比較講求一點的 這個可能就會蠻適合你的 當然在PC平台上面 或者是Steam平台上面 也是有蠻多會從PS4 或者是PS5移植過去的遊戲 那這些遊戲呢 都是限時獨佔之後 他們就會在PC出現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樣子的主機上面 去享受到他們 那對於很多玩家來講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因為相對的 你可能就不用再去購置一些 比較需要額外花費成本的佳機 然後用這樣子的電腦平台 電腦掌機平台 它一樣可以在PC平台上面玩 也可以隨時到掌機上面來玩 做到一個互通的效果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不知道各位呢 還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也歡迎在下面分享 或者說呢 是你有幾台掌機 平均給他們的時間 不對應該說你有多少的電玩主機 平均給他們的時間又是多少 也歡迎分享給大家知道 好不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點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沃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